与你简优 这时村妇发现了医疗小队 然后急忙跑过来 抱住组长的大腿喊道 神医求你救救我家男人吧 没等组长询问村妇怎么回事 村长就冲着村妇咆哮 他男人根本不是生病 而是被脏东西附身了 医疗小队的组长可不信什么牛鬼蛇神 并坚持要去村妇家里看看 去的路上村妇介绍了自己 并讲述丈夫患病的经过 村妇叫做红红 她丈夫叫做铁柱 铁柱在后山承包了一块地 每到夏末初秋 她就到山上采摘山货 可以说铁柱家算是比较富裕的 而铁柱为人大行 时常帮助村里的穷人 所以村里有很多人在传言 下一届村长肯定是铁柱 直到四个月前 铁柱踩山货时受伤了 额头被磕破了 从这天之后 铁柱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性格变得十分暴躁 动不动就喜欢打人 而村民们又开始传言 铁柱应该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 随着铁柱发变的频率越来越高 红红怕铁柱出去场大货 于是就把铁柱绑在床上 但是铁柱力气非常大 一根麻绳根本扑不住它 铁柱逃出去后 又把几个村民给打了 然后村长就把铁柱绑了起来 送到了大神家里 大神说铁柱是被鬼虫附身了 需要将它泡在冷水里 并且进昏心 这样就能把鬼虫给饿出来 于是铁柱就被锁在大神家里 每天早上只给它吃一点青菜和面条 而其他时间铁柱就被泡在一个水缸里 由于是井水非常凉 铁柱被泡浆后自然就冷静了下来 也没有什么力气大喊大叫了 看着铁柱日间消瘦 手脚全都泡腹了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冻死的 于是红红向大神求情 希望把铁柱放出来 结果大神表示鬼虫不出来 就必须一直泡下去 被大神拒绝后 红红只能过来求村长 结果村长夫人避免谢客 并且还隔着墙嘲讽红红 直到今天 红红遇到了医疗小队 才看到了最后的希望 说完 一行人来到了大神家门口 只见院子里放着一口大水缸 而铁柱被泡在里面 他双眼紧闭 几乎没有什么意识了 医疗小队见状 急忙将铁柱给救了出来 而此时 大神村长和村长夫人 在一旁小声议论着什么 随后 铁柱就被送回了家 注射的吊瓶和各种抗生素 结果第二天 铁柱还是死了 死状异常恐怖 口吐白沫 脸上全是洞窗 里面钻满了小虫子 铁柱死后 红红就抑郁了 而村民又在传言 说铁柱死后 他身上的鬼虫 又附身到红红身上了 所以红红也不正常了 医疗小队 找不出铁柱的病因 只能猜测 是病毒或者寄生虫感染 于是组长 就让护士王梅 挨家挨户宣传 让村民们远离红红的家 以免染上病毒 更不要去找红红 他们母子的麻烦 这天王梅过来看望红红 希望帮他走出抑郁 结果刚到家门口时 就看到红红 在给儿子小明擦伤口 一问才知道 刚刚有几个坏小孩 听信了谣言 说小明是鬼夫妇的孩子 所以过来欺负了小明 本来小孩打架 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可是偏偏那两个小孩 隔天就失足 落水身亡了 打捞上来的时候 这两个孩子的脸上 居然也长了洞窗 死状和铁柱一模一样 围观的群众 又开始议论说是 铁柱回来复仇了 其中一个孩子 是村长家的 村长夫人没那么好说话 跑过来一脚 踢开了红红家的院门 准备要找红红讨个公道 结果下一秒 院门上面的瓦片掉了下来 正好砸到了村长夫人的头上 村长夫人瞬间就被砸晕了 当时王梅就在现场 亲眼看见了这一幕 更诡异的是 村长夫人的伤口 和铁柱头上的伤疤位置 一模一样 难道真的是铁柱 回来复仇了 隔天 村长夫人就染上了病毒 她的脸上也长透了洞窗 而且变得十分暴躁 动不动就要打人 组长安慰着村长 不要着急 发现得早 一定有办法可以治疗的 结果医疗小队一走 村长就召集了人手 将村长夫人送到了大神家里 医疗小队得知后 急忙赶了过来 却一见到大神门口 已是人山人海 全是过来看热闹的村民 于是医疗小队急忙将群众驱散了 如此密集的人群 如果染上病毒 就会爆发疫情了 就在群众全都散开的时候 大神家里传了一声巨响 医疗小队进了一瞧 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只见村长夫人 倒在雪坡中 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大神和村长的身上 也冒出了许多洞窗 于是医疗小队急忙将他们 偷回了临时诊所 但是很可惜 当天晚上大神和村长就一命呜呼了 死状都会铁柱一模一样 随后 组长就向上面 打了一份传染病随时会爆发的报告 可是市里派来专家团队 过来研究的时候 那个传染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好像自从大神和村长死后 这病毒就绝迹了 后来这只医疗小队 因谎暴疫情而受到了处罚 但是谁又知道 当时那个怪病是寄生虫感染 还是铁柱真的回来复仇了呢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